來華蓮市的建林基甲建國路口 向向出現一個噴池 噴有一站老闆館 有不著夢遊警察說 可以趕快來洗車囉 自來水公司說這是水公白氣 白放到壓力的正常衍生 土甲有一個噴水池 這個所在不是什麼觀光景點 是大樓 大樓水一直流出來 路面給這些水淹過去了 騙都不要見過的人看到這個圍面 說快閃閃的 不用讓這些水去噴溜去 就這樣前後差不多有四十六 才有兩個同樣做人員 說快衝進去 兩人講不簡單 無幾步 才讓這個水不繼續噴出來 有一層 噴的 有一層樓這麼高 已經冒出來的 下午就有在噴的就對了 沒有噴的 只有冒出來 哦 地面濕這樣子 對 不只冒冒 冒到晚上啊 這是華人市建營機到建 還有路口 早會補 只要稍微放在墨水而已 想不到暗時 香香水噴大水 這個大樓噴水 在外面好華人市民地 地方的社團 寫文章說 經過鄉親就要設置 文章一個報索 引起討論 有的人說 可以去洗車 這是水供排空氣的正常現象 這是檢查修理標準的作業流程 加在即時找到問題點 趕緊修理 是說這次大樓噴水做的事 在華人市變成熱熱的討論點